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找到素材图片之后 选择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首先调整当前图像的色彩 选择图像 调整 色相饱和度命令 调整当前图像的色相饱和度 选择吸管工具 点击图片中的草地绿色部分 将当前的色相进行调整 调整到155 接着 我们再来调整青色 将青色的色相调整到25 调整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接着 我们选择工具箱中的举行选框工具 在工作区内拖动出举行选框 将篱笆的部分进行选中 选择完成之后 我们执行 选择 修改 语化命令 将当前的举行选框 设置为50 像素 点击确定 接着 我们选择图像 调整 曲线命令 将当前的选框部分进行压按 调整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按客截键 Ctrl 加 D 取消当前的选区 接着 我们选择工具箱中的多边形 套索工具 将人物部分进行勾出来 接着 我们选择图像 调整 曲线命令 调整当前选区的曲线 调整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快捷键 Ctrl 加 D 取消当前的选区 接着 我们选择图像菜单 选择调整 色彩平衡命令 输入当前的黄色和蓝色为24 输入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接着 我们打开一幅素材图片 选择文件菜单 选择打开命令 找到素材图片之后 选择打开 打开之后 我们选择工具箱中的魔术棒选区工具 勾出蝴蝶的选区部分 快捷键 Ctrl Shift 加 I 进行返选 选择工具箱中的移动工具 移动当前的蝴蝶到我们当前的文件当中 移动完成之后 我们按快捷键 Ctrl 加 T 调整蝴蝶的大小 调整完成之后 按回车键 确认 接着 我们抠出蝴蝶的翅膀 将身体部分进行去除 在属性栏上选择从选区箱去 按快捷键 Ctrl Shift 加 I 首先进行返选 按快捷键 Ctrl 加 C 进行复制 选择图层面板 单击图层面板下方的 创建新图层按钮 创建新图层 图层 2 快捷键 Ctrl 加 V 进行粘贴 用同样的方法 抠出蝴蝶的另外一半 选择工具箱中的魔术棒选区工具 快捷键 Ctrl Shift 加 I 进行返选 选择工具箱中的举行选框工具 在属性栏上选择从选区减去 拖动鼠标 接着 回到图层面板 单击图层面板下方的创建新图层按钮 创建新图层 图层 3 快捷键 Ctrl 加 C 进行复制 Ctrl V 进行粘贴 这时 我们可以将图层 1 进行隐藏 选择图层 2 选择图层 2 按客截键 Ctrl 加 T 调整当前蝴蝶的形状 并进行适当的旋转 按回车键 确认 接着 我们再来选择图层 3 将图层 3 进行调整 开击键 Ctrl 加 T 将当前的图像进行旋转 并移动到适当的位置 设置完成之后 按回车键确认 按客截键 Ctrl 加 E 向下合并图层 选择图像菜单 选择调整 亮度对比度命令 调整 调整完成之后 点击确定 接下来我们继继续续的顾像 调整 调整 选择调整 选择调整 色相 饱和度命令 搜索 调整 选择调整,色彩平衡命令。 输入色阶,输入青色为17, 绿色为7, 黄色和蓝色为-6, 点击确定。 单击涂层面板下方的创建新涂层按钮, 创建新涂层,涂层4, 选择工具箱中的渐变工具, 单击渐变编辑器, 选择由白到黑的渐变, 在工作区内突动出渐变的效果, 选择,在这里我们选择的是静线静并, 更改当前涂层4的涂层混合模式为叠加。 接着,我们回到涂层面板, 单击涂层面板下方的创建新涂层按钮, 来创建新涂层,涂层5,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 在画笔样式中, 我们来选择一个三像素的尖角画笔。 按快捷键F5, 进行画笔预设。 将当前的画笔间距设置为200, 调整形状动态。 调整大小抖动为18%。 接着,我们来选择散步。 勾选两轴附选框, 将当前的数量抖动设置为70%。 调整当前的前景色为白色, 按快捷键D。 在工作区内, 汇聚出星光点点的效果。 接着,再来新建涂层。 单击涂层面板下方的创建新涂层按钮, 创建新涂层,涂层6。 选择工具箱中的画笔工具。 调整当前的画笔样式, 选择一个蝴蝶样式的笔刷。 在工作区内, 汇聚出蝴蝶纷飞的效果。 接着,我们再来选择工具箱中的文字工具, 来进行输入文字。 调整单前文字的大小。 输入完成之后, 单击属性栏上方的创建文字变形按钮, 来为当前的文字创建变形。 在这里,我们选择增加。 调整当前的弯曲度为65, 点击确定。 移动文字的位置。 这样,这张照片就处理完成了。 感谢您观看二十一护林远程教育网的课程。 再见。